這是一個被老婆說服到對愛瑪士很崇拜的米糕 喂 哇 實在太多愛瑪士了 吸引著我啊 來 先說一說 我要買愛瑪士包包給老婆 今天又要努力工作了 今天我來到河文田 帶大家參觀一個全河文田最大的小區 參觀一個樓 當日她買回來的價錢是8800萬 喂 今天呢 如果你找我買6000萬搞定 就是足足2800萬劈了下來 我問Let's go 老闆 Welcome 歡迎來到這個四房單位 四房兩個套房 跟著就是1477呎 你眼見的全部裝修家具 都是發電商一手的時候 用了1000萬去打造 你沒聽錯是1000萬 四年間這個業主保養得非常之好 這裏是一個非常典雅 有氣派的家具 有一個飾品櫃 而眼前的就是一個十人的圓餐桌 要放得到圓餐桌是非常厚功夫 要非常多的地方 你看擺完之後 仍然有非常多的走動空間 全屋是有落地大L型的 全落地玻璃 向東南 景觀非常開闊 好 攝影師過來 全屋最點睛最吸口眼球的 就目過於這個800呎的平台 L型 不是 是長方形設計 向正東南 我們會看到啟德的海景 以及眼前的佩水庫公園的綠油油樹景 女士我帶你來看看廚房 首先 左邊是你的工人房 這裡有個Mili的三門大雪櫃 先說了這個廚房非常深 120呎空間 這裡也有不同的紅酒櫃 蒸爐焗爐 三面工作檯面 爐頭在這邊 U型設計 雙洗手盆 最棒的就是有窗 可以看到你外面平台 和朋友在這裡聊天 都沒問題 這是一個被老婆說服到 對愛馬仕很崇拜的米糕 喂 實在太多外馬事了 吸引著我 先說一下 剛才說的是四房兩個套房 這裡是第一間客房 是一間書房的設計 而我們走到另一邊 首先來到第一間的小套房 視頻師 看看裡面是一個衛生間 這裡是一間客廁 而這邊就是另一間小客房 廳房同向 都是看著佩水庫的公園景 最後我們來到主人房 這間主人房有230呎 我們首先看看外面的景觀 外接一個小露台 看著佩水庫的公園景觀 而這邊的牆壁設計 我都非常喜歡 攝影師 這些果然花了一千萬去打造 King size 三面落床當然不是問題 最後我們進來 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乾濕分離 有淋浴間有浴缸 最重要是有窗 我來做個小小的總節 參觀完剛才的特色單位 大家覺得怎樣 其實我們這個 是何文田最大役的屋苑 當然是何文田後望 其實在後面 已經是陳穗期 喇沙小學 而同一條街 在常勝街裡面 也有旅港開屏 跟著也有培政中學 而同一條街也有 香港公開大學 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問我 問房找米糕 買房不糟糕 我們 下集見